苗董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每个人身边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朋友 看起来眉心没费 傻事都能用笑容去面对 整天嘻嘻哈哈的 就跟脱江的二哈一样 对 就是这种人 很傻很可爱的这种人 大家一般都会叫他 豆逼 豆逼这个词存在已经有些年头 早在BUS的时代 豆逼已经被大家使弄 二次方黄则是小月月的相声作品里面的一句经典台词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小月月的独特声线与相声结合 让这句话也火了起来 之后大家伙说着说着就成了 你是猴子请来的豆逼吗 是用来形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于是豆逼又火了 而且经久不衰 堪称网络流行语中的长青术 豆逼倒没有保贬义之分 形容某个人很逗 有点犯二犯傻 有点可爱 朋友之间三互称呼 调侃最为常见 如果对陌生人说就有点生气的意思 这会儿豆逼的意思就与傻逼相近了 有个豆逼朋友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一起犯二什么的最有意思了 关注苗董君每天羞羞达的知识等你来